第95届奥斯卡于北京时间13日早上举行颁奖典礼 曾子丹受邀担任影演人 介绍瞬息全宇宙原创歌曲演出 但他先前受访时曾表示 香港秀利分波式暴动 引起黑暴分子崩满 有10万人在典礼前联署要求主办单位 美国影艺学院正式此事 撤回邀请 他们扬言要带领抗议人士抵达奥斯卡颁奖典礼会场 并访出现场 照片表示 已经到抗议现场 几条节都分住了 但他也仍登台没受影响 曾子丹今年成为全国政协伟员 在宣传芯片急速追杀斯时 向媒体表达他对修理分波的看法 那不是抗议 而是暴动 他以身为中国人自豪 强调自己国家的便利性 现境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更点明VBC和CNN从不报道这些 他虽然称自己不想要介入政治 也理解如此言论会不被接受 但这都是他的经验之谈 近日第一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郑子丹 受到不少媒体的关注 他接受专访时 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在我电影 都做一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从我电影里面看到 我电影里面的一些精神 它的题材 所以也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那么这一次那么荣幸 能够被国家的认可 让我觉得万分的光荣 郑子丹还在社交平台说 奥斯卡是值得留念的里程 还晒出酒公格奥斯卡派对随派 看得出来郑子丹状态很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